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好好说话》中写道 说话虽然简单 但可不是一件小事 说什么话很重要 用简单的话去伤害别人 可能造成的后果很大 用简单的语言去温暖这个世界 可能给人带来的就是一时 一天乃至一生的帮助 俗话说并从口入或从口出 说话是一门学问 说好了可以帮助人 说不好会害了别人 其实害人就是害自己 一个人做了什么说了什么 冥冥之中又会回到你自己身上 凡事都有因果 以下这四种话不能说 害人害己 一 炫耀自己的话不要说 一个人越是炫耀什么 越会失去什么 你炫耀金钱就被盗贼惦记 说不定会天天光顾你 你炫耀地位就会被别人嫉妒 背后使坏 让你狠狠摔跤 你炫耀汽车就莫名其妙被人划了一条伤痕 因此一个人千万别炫耀自己 同时也不要炫耀别人 因为别人的成绩 别人的惊喜是他的事情 如果你到处炫耀 就是让别人处于被嫉妒恨之中 惹上麻烦 一旦别人遭到了不愉快的事情 迟早会知道是你说的 于是就结仇怨了 做人要低调 别唱高调 否则就是应了那句枪打出头鸟的话 你就是把自己的一切暴露在别人眼前 成为最容易受伤害的对象 做人要冷静 就是真的有大喜事也藏起来 冷静两天就不会那么激动了 比方说有人得大奖了 一夜就成为了富翁 如果你说出去 很可能遭到暗算 让你的日子变得恍恍不可终日 如果已经被人盯上了 那是把好运变成了恶运 二 不知真假的话不能说 孔子说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失智也 一个人说什么都是要既定的事情 别一知半解中说糊涂话 说空话 真正聪明的人 往往很沉默 心知肚明的话 说一半 不知道的话一点都不说 一知半解的话装糊涂也不说 要知道很多的话 说出去就是以讹传讹 很快就是传遍了朋友圈 越来越传得离奇 最后 如果是谣言 你就是罪魁祸首 弄不好要受到社会的责罚 如果你是说某一个人的假话 导致别人的生活不安宁 那别人是不会放过你的 现在的社会真真假假 难以说得清 今天是满城风雨说这样 改天又是另一个版本的话 如果你传了这样的语言 那就是一个推手 是要承担责任的 很多人就是网络了 随便看了一段故事 就大声宣扬 在微信里转发了 结果惹祸上身 三 做不到的事情 别信口开河 古话说 说出去的话 泼出去的水 如果你对别人说了什么 后悔都来不及 特别是很多人 喝酒之后 乱说话 乱表态 结果别人信以为真 可是你又做不到 把朋友关系都弄丢了 比方说 你的朋友有求于你 你做不到 但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本来是互相帮助 但很久之后 你无法兑现承诺 就让朋友认为 你是一个虚伪的人 论语中说 言必信 行必果 做人 就要事事有回应 别信口开河 别脱口而出 凡事要三思 说何行动 永远是要一致 别口是心非 最后失信于人 要知道 一个说话不算话的人 如果做生意 就没有人相信 结果别人也 以牙还牙 也虚伪地答应你 让你的生意 半途而废 四 别人的家事 不要说 清官难断 家务事 这是古训 你要是搅合了 别人的家事 也脱不了干系 结果别人都会埋怨你 并不会说你有好心 特别是一些 感情方面的事情 你要是说了 别人家的 谁有外遇之类 批评了谁不对 不应该和谁好 那就麻烦了 别人会以为 这样的事情 和你有关系 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何有那些 关于谎言的事情 明明知道 别人家的 谁在撒谎 你戳穿了 看起来高明 其实就是得罪了人 以后会记恨你 看过一则笑话 说两家人打架 一个人去拉扯 想要他们和谐相处 结果两家人是亲戚 以为局外人欺负谁 好了 两家人合伙 打那个拉扯的人 真是费力不讨好 凡事都有因果 你说的话 如果伤害了别人 那么别人也会 同样回敬你 要么对你恶语相加 要么演变成 吵架或者打架 你说的话 让别人感觉高兴了 你在别人眼里 也会变成一个 善良的人 你说一不二 说到做到 那你的诚信度 也会提高 你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就变成了小人 结果是 人人敬而远之 你故意这道谣言 那么别人不惩罚你 老天爷也会惩罚你 可能带来牢狱之灾 一个人 一辈子 多说暖心的话 别说寒心的话 多说管用的话 别说废话 多说心平气和的话 别说愤愤不平的话 其实言多必失 如果你没有想好 那就什么也不说 受罪的人不惹祸 菜根谈云 地低成海 人低成亡 一个低字 道出了做人的真谛 人与人 比商不足 比下有余 谁都不能说自己天下第一 谁都不是世上最苦最累 唯有放低姿态 才能宁静致远 财富才会 源源不断流过来 一个人 越炫耀什么 越失去什么 炫耀是让别人嫉妒你 过后便是算计你 让你防不胜防 失去炫耀的一切 真正厉害的人 都很低调 要知道 枪打出头鸟 做人就是要 才不露白 那些显白的人 天天说自己很有钱的人 并不是最厉害的人 也不是最富有的人 往往就是瞎嚷嚷 大造生事 当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 往往那些厉害的人 在一旁不动声色 只是旁观一切 多听别人怎么说 不随便发表高见 如果一点要说 也是点到为止 知道给别人留后路 不给人难堪 低调 是不引人注意 不惹是生非 做什么都可以安安静静 沉默是心 与其夸夸其谈 不如留下时间思考 不如扎扎实实做点事 低调是活得自在 踏实 低调的人 保持谦卑的姿态 别人都愿意接近你 就像一个水杯 放低了 别人才可以把水倒进来 你总是高高在上 一副盛气灵人的样子 人人静而远之 唯有谦卑 才可以借力使力 众人失柴火焰高 低调是内心强大 可以做到砥砺前行 而不是去哀求水 真的扛不住的时候 也是默默流泪 最后自己擦眼泪 自我安慰 一切都继续 不叫鼓连天 真正厉害的人都很低调 因为他不管多厉害 多有钱 都处于进步之中 而不是停滞不前 也不是放纵自己 随大流 厉害的人是借力使力 不是靠一个人的蛮力 低调是一种修养 低调的人做好自己 不和人争夺 不悲观掩饰 只是默默无闻做事 埋头苦干 一个人 哪怕无依无靠 都无所畏惧 始终保持前进的姿势 慢一点没有关系 低调是把自己藏起来 只有在关键时刻 才一跃而起 当然 即便别人给他很多的掌声 也是一笑而过 不会记在心上 成绩归功过去 不代表未来 以后的路仍需努力 低调是从不炫耀 哪怕你是一丸富翁 有什么好炫耀 生不带来 死不带走 人生百年之后 钱还在 但都和自己无关 炫耀了 反而是洋洋得意 露出了人性的贪婪 低调是一种修养 是修心 修德 修缘 低调的人 亏损了自己的承担 坚持改变 还会东山再起 成功了默默无言 再努力一把 把人生推向更远 与人交往 都是平起平坐 别人都愿意交往 善不解释自己的高度 却微合如云 大地不说自己的深度 却深不见底 低调的人 苦乐自长 悠然自得 道德经里写道 善为侍者不武 善战者不怒 善胜者不语 善用人者为之下 是为不争之德 是为用人之力 是为佩天 古之极也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 就慢慢收敛了锐气 变得低调 不是真的沉沦了 而是沉淀了 人生的起起伏伏 结下了人生的果实 做人再厉害 也别炫耀 保持低调 降低自己的身份 看低自己的成绩 压低自己的姿态 得意了不炫耀 失意了不悲观 从容 谦卑 自由 微笑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佛禅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每天都有新感悟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